火警發生後 在門外面所見 起火單位入面嚴重墳位 而單位所在的十樓 走廊也嚴重分黑 整地都是水 有住在起火單位上一層的住戶 益述走火經過 我是街坊 客門叫醒了我 我五點多 那時也沒有廣警鐘 一開門就全部融煙湧入 整條走廊是看不到東西的黑道 照明系統是失靈的 是因為我們後來也有說 那時我們是看不到黑道 完全看不到東西 同樣在十一樓的單位 地磚受到火石熱力影響 拱起變形 消防員說可以解封 上來整個地板滾 現在滾到什麼狀況 辣腳 辣腳一定要縮 是 馬上找到太障 我一睡醒 我在這間房間睡的 是 我從來都不開窗的 是 那一睡醒 整個屋都是煙的 一抹大隻眼 是 OK 整個屋都是煙 是 是龍煙是燕 是龍煙 當時你一個人在家 我一個人 那你怎麼辦 趕快拿出鎖匙 走 走樓 走樓廳 當時那個人是不是都很害怕的 很害怕 很鎮靜 我都活了幾十年了 是 你試過走火警嗎 第一 人生第一次 有地區關外隊 向受影響的居民派發 星期五清晨 旺角塘尾道長輝大廈 10樓一個單位起火 造成7人受傷 這次起火的單位 是由非牟利機構和路舍遭用 提供給無家者住